小小玩具車伴隨著小主人離鄉背景 老奶奶一臉愁容 悲從中來 被亞塞拜然佔領的納卡區 12萬亞美尼亞居民幾乎全數逃離 我來在Gorris鄉 人們來到後 很瘋狂 把所有的居住在後面 高加索地區人道危機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 超過10萬難民需要緊急援助 尤恩派人前往納卡區 進行人道需求評估 這也是聯合國特派團 三十年來首度進入這個 長期動盪的區域 在亞塞拜祥 在阿爾巴奈 在阿爾巴奈 上星期早上 這請問 有哪些人留在那裡 讓他們考慮的需要嗎 另一方面 無國界醫生組織 和世界衛生組織 正在亞美尼亞首都葉里凡 全力搶救逃難途中 遭受意外的患者 超過超過的場景 我們有80床 他們有超過的能力 被燃死死亡 不管是小朋友 還是歷經滄桑長者 身心俱疲 顛沛流離的日子 恐怕還看不到盡頭 帶新聞禮遇方編譯 我們吃了一切 我們吃了一切